男孩随手扶了老头过马路 不料被一旁的老太看见 他上前摸了摸男孩额头 只见男孩眼中闪过丝丝雷电 男孩不明所以地看着老太 随即转身离开回到了车上 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他只是轻轻转动摇杆 却不料猛地一下直接沉下来 接着还预言出暴雨的来临 然而诡异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红桌的车轮被人给损坏 他却能徒手给硬掰回来 原本拥有800度近视的他 如今也神奇般地恢复了视力 坐在校长办公室内 还能预测出玻璃会在三秒后碎裂 就连路上患有白内障的狗狗 都会对他狂吹不止 但面对一系列离奇的事情 马格纳并没有放在心上 他如同往常一样和红桌来到超市 在这里遇见了一开始的老太 老太主动和他搭话 他告诉马格纳山里很危险 但也很需要你 这把马格纳弄得一脸懵圈 可这也丝毫不影响 他去同桌小美家里蹭饭 饭桌上 小美邀请马格纳周末去山上看冰川 他们俩到时候还可以坐滑翔散下山 看着热情活泼的小美 马格纳欣然同意 全然忘记了白天老太的话 周末两人如期而至来到山上 可就在过桥时 发现桥上挂着一块警示牌 他们意识到这是镇上富豪于图家族所挂 因为小镇周围大部分山头都是于图家族 但两人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马格纳轻轻一跃带头跨过警示牌 但这时扫兴的事情发生了 马格纳收到妈妈出事的短信 她不得已先行回去 小美见状提出和她一起回去看看 可马格纳拒绝了 她不想为此打断小美的计划 于是两人分头向着目的地前进 但等马格纳赶回家中时 发现母亲正活蹦乱跳 原来短信是弟弟发来捉弄马格纳的 就这样一场完美的约会被弟弟给破坏了 与此同时 小美也成功登上半山腰 并在这里发现一处洞穴 她慢慢地向前伸入 发现这里竟是于图实验遗址 但她不知道 这次的发现会是她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画面一转 正在往山上赶的马格纳 恰好看见小美坐滑翔伞下山 可还没等她夸小美两句 悲剧就发生了 只见滑翔伞直挺挺朝着高压电线飞去 随着一阵火花闪过 小美重重地跌落在地 马格纳剑撞下的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在她身后停下 一名男人走上前 为他们拨通了救护车的电话 男人走到悬崖边上 熟练地脱掉身上的衣服 然后站在高地注视着下方的路群 随即缓缓闭上了双眼 等她再睁开眼睛时 身体已然发生了变异 只见她纵身一跃 请客间便扑倒了一头麋鹿 毫不费力地杀死了她 并生吃了麋鹿的心脏 做完这一切的男人回到了家中 她正是小镇顶级企业 于图公司的老板威达 而小美死亡的当天 就是她在山上吃麋鹿的时候 包括现场赶到的救护车 也是她打电话叫来的 没过多久 警察便通报了小美的死亡讯息 女警宣称小美是在坐滑翔伞时 被闪电击中发生意外 台下的马格纳一厅坐不住了 她是亲眼看见小美撞上电缆线的 女警为什么要隐瞒实情哄骗民众呢 但女警却强硬地表示 这个案子已经了结 愤怒的马格纳在雨夜中抡起锤子 然后一把扔了出去 只见空中瞬间电闪雷鸣 马格纳知道小美的死一定另有隐气 她发誓会将事情调查清楚 可第二天 威达就找上了她的母亲 原来是马格纳家里的锤子砸坏了她的车 母亲立刻回到家中教训起马格纳 但马格纳却感到不可思议 她在地图上拉出两点之间的距离 足足有1.5千米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 她又重新买了一把锤子 然后随手扔了出去 这次马格纳扔了541米 要知道世界记录才86米而已 与此同时 威达正在家中端向着那把锤子 她与妻子讨论着关于小美的死 原来小美真的是威达杀死了 当时小美发现了她藏在山洞的秘密 不得已的她只能杀人灭口 可如今马格纳似乎怀疑到了她身上 不然这个锤子作何解释 而另一边的马格纳对这次的无心之举毫不知情 她找到小美的父亲 企图能在这里得到一些线索 但父亲认为她只是在胡闹 马格纳一怒之下将门口的汽车给推开 父亲一看立刻将她带往屋内聊聊 于是她把小美生前收集的东西都给了马格纳看 无一例外 几乎全是和于图公司挂钩的报道 原来小镇近年来环境愈发糟糕 虽然于图公司疯狂澄清和他们无关 但小美却认为并非如此 所以她一直想拔出于图公司的黑料 马格纳也终于意识到 小美的死和于图公司脱不了关系 第二天马格纳返回家中 可刚打开家门 就发现屋内一片狼藉 这指定是被人给光顾过了 她和弟弟迅速找到附近最可疑的乞丐 但乞丐却说自己进去光顾时 里面就已经被人给翻过了 而自己当时恰好看见了那个人 她正是于图公司老板威达 马格纳文言心中略感不安 她边走边玩着手机 浑然不知威达正在不远处注视着她 这个男孩比神跑得还快 100米的直线赛道 他仅仅用6秒98就能跑完 但就是这样优秀的男孩 居然因打电话时过马路 被直接撞飞十米开外 可等她被送往医院时 却奇迹般的毫发无伤 不仅一根骨头没有伤到 就连她身上破皮的地方都恢复如初 医生们不得已将这一现象称为奇迹 但有人欢喜有人愁 男孩毫发无伤的消息传到了威达尔中 她能肯定马格纳绝非普通人类 要知道车祸当时她可是目睹了一切 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秘密 她准备邀请马格纳一家吃饭 晚上 马格纳带着弟弟应邀前往威达家中 原本以为是一场普通派对 但没想到只邀请了他们兄弟二人 这让马格纳立刻拘谨起来 但很快在扇贝海胆龙虾等美食诱惑下 马格纳也彻底地放开了 随着宴会进行到后半段 威达一家准备灌醉马格纳来套取信息 但随着一杯杯的烈酒下堵 金发妹率先支撑不住 反观马格纳却宛如喝白水一般毫无波澜 威达见状只好使出杀手锏 一种只有远古时期的众神们才能喝的蜂蜜酒 果然马格纳喝下后立刻有了反应 平日里唯唯诺诺的他 在酒精的刺激下变得大手大脚 甚至跳了一段围巾战舞 直接将威达一家给震慑做 一旁的威达妻子见时机成熟 准备趁胜追击打探马格纳的底细 马格纳也迷迷糊糊说出自己现在异于常人 妻子一听 立刻决定试探一下马格纳的力量 两人决定扳手腕一较高下 但无论马格纳如何用力 都不能撼动妻子分毫 甚至还隐约落了下风 见情况不妙 马格纳立刻调动全身的力量 但就在他低头准备发力时 他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也就是这分神的差异 对方瞬间发力一举拿下了比赛 惊服未定的马格纳来到卫生间 他觉得当当的一切都是酒后产生的幻觉 但等他抬起头 更加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镜中所现之人居然是一个 长相酷似马格纳的围巾状 男孩随手砸向大树 只见树干被打出大窟窿 伴随着他的最后一拳 一棵参天大树就这样轰然倒爬 而他却连一根毛豆没掉 为了搞清楚身上的怪事 他开始在网上查询线索 在他看见老太划过雷神额头的图时 不禁联想到几天前自己的遭遇 他立刻前往超市找到摸他额头的老太 老太也很干脆地坦白 你就是传说中雷神索尔的转世 自己帮你开天眼觉醒力量 是因为你的死敌巨人异族正破坏着生态环境 而马格纳你则需要去阻止他们 这番话把马格纳给整蒙了 巨人异族又是谁啊 当然是小镇富豪威达一家 自从他们上次试探过马格纳 威达也能肯定他绝不是人类 但马格纳究竟是神还是巨人 这一点无法确定 于是他们动用关系 让马格纳所在的班级举行野外露营 届时再来试探他的身份 如果是同类则皆大欢喜 反之就地处决 然后营造出登山事故掩盖罪行 果然马格纳刚刚走进营地 就被等候已久的威达拦截 他让马格纳帮他一起准备晚上的食材 威达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 他们当即决定除掉马格纳 只见威达在大黑狗耳边小声嘀咕 随后黑狗便朝着马格纳的方向奔去 很快一人一狗便在树林中相遇 等威达循着踪迹感到时 黑狗早已被马格纳特意摆在高大的巨石上 虽然首次交锋失败 但威达并不打算放弃 新一轮针对马格纳的阴谋就此展开 这个顶级富豪手持匕首要去杀一个人 妻子想要拦他 还被反手打了一巴掌 妻子立刻拿起武器劝解男人 花了几千年才融入人类生活的他们 何必为了一个男孩亲自动手 他有无数种办法兵不血刃地解决男孩 原来在一天前 马格纳徒手反杀了他家的黑狗 并挑衅般地放在巨石上 所以男人才愤怒地想干掉对方 但在妻子的苦口婆心下 威达也冷静了下来 作为小镇上最有钱的人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让马格纳消失 于是警察便找上了马格纳 黑狗残忍的死法 加上几天前他砸坏威达的车 警察开始怀疑他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虽然马格纳极力解释是黑狗先袭击他 但在场的人都不相信 其中包括他的母亲 为了保全儿子不被关进少管所 母亲带着马格纳与威达妻子谈判 鉴于马格纳是出犯 所以这次就不对他进行逮捕 但需要剥夺他一切能进行社交的工具 最后无奈且弱小的马格纳 只能向权贵低头 本就孤僻内向的他也开始被同学孤立 这就是威达妻子的策略 由内而外地摧毁他 体育课结束后 金发妹来到他身旁 警告他不要妄图与我们对抗 并且还对马格纳进行了武力威胁 既找不到威达旗下公司污染环境的证据 又没有能力正面与之对抗 绝望的马格纳准备用文字发起反击 他写了一篇关于于图公司污染环境的论文 想以此来给威达他们制造麻烦 但要知道他的母亲就在于图公司里上班 如果任由儿子做出这种污蔑的行为 那他的饭碗指定保不住 就这样马格纳的文工也被扼杀在此 就在他打算彻底放弃时 小美的父亲找到了他 并交给他一个扭转局势的东西 那就是小美的手机 原来在小美死后 父亲曾去过山上回忆着和女儿的点滴 但却无意发现了小美一直下落不明的手机 不幸的是手机背上了锁 而她又根本不知道密码 马格纳平时和小美关系比较好 所以想让她试试能不能解开 在等小美父亲走后 她回忆着小美曾和她说过的各种秘密 最终果然蒙对了密码 小美死前拍摄的视频与照片 则展现在了她的面前 而这也是小美死亡的始因 她根据视频中的线索 在山上找到了于图公司的秘密仓库 在进入仓库后 成千上万桶的化学废料映入眼帘 而这些有毒物质随着冰川河流 正义同向着小镇涌入 马格纳知道这将是她扳倒 维达一家最好的机会 这个男孩无意走进一个山洞 他打开洞中的大门 发现里面存放了上千桶化学废料 并且这些有毒物质 还流进了小镇居民的饮用水中 男孩当即决定报警 但等他带着警察返回来时 却发现山洞的主人维达早已等候多时 维达甚至还主动打开大门请众人进去 果然进去一看 这里哪还有所谓的化学废料 有的只是冰川融化后遗留的积水 难道马格纳之前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吗 很快她污蔑于图公司的事情传遍了小镇 再加上她之前杀狗的事 学校决定不再收留她 并将她直接送往精神病院进行鉴定 似乎她的人生就这样被定格在了这里 而对于维达来说 最大的麻烦已经被解决 接下来就是处理其他琐事 比如儿子弄丢了他们的合照 要知道每张照片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 这要是流传出去 那他们活了几千年的秘密就暴露了 而拿走照片的正是小薇的女友 薇达下令让她拿回照片并杀了对方 小薇虽然愤怒不已 但却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 可就在她出发前 看见了不远处愁眉苦脸的马格纳 可能出于同情或者对父亲的不满 她主动上前和对方搭话 并告诉了马格纳那堆化学废料 正在码头被人给运走 马格纳文言立刻前往码头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无数化学废料 这次她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直接将证据拖到了警局门口 看着筒上印刷着于图公司几个大字 薇达知道这下自己麻烦大了 与此同时 小薇刚好从女友手中骗来照片 并将她带到一处废弃工厂 就在女友以为小薇要给她什么惊喜事 对方突然露出自己金黄色的瞳孔 并不停地说着抱歉 危机时刻 马格纳及时赶到 抡起锤子砸了过去 就在她准备替天行道之时 小薇女友突然挡在她的面前 不让马格纳继续下手 也就是拖延的这一会儿 薇达也赶到了这里 两人积燃已久的矛盾也终于爆发 几个来回下来 马格纳根本打不动对方 反观薇达只是轻轻一巴掌 就将她打飞几十米越 强大的雷神就这样被按在地上摩擦 眼看马格纳就要被绝杀 愤怒地她直接高举霜 无数条拳头粗细的闪电汇聚在她的霜上 随后狠狠地砸了下 但奈何马格纳还没适应这股力量 于是两人双双被击成重伤 然而不远处的先知老太正注视着这一切 男孩只是双手一举 无数条闪电便汇聚在她的掌心 随着一声怒吐 闪电狠狠地劈在两人身上 没过多久 救护车文身赶来 他们刚想给男孩做新电复苏 但随即医护人员反被电飞数米 男孩却也因此醒了过来 苏醒的他第一时间起身准备干掉昏迷的敌人 可他不知道 威达比他先醒一步 马格纳立马挣脱束缚逃走 他跑到山上仰天长笑 因为他能感觉到 头上的老鹰一直注视着他 随着他的抱怨 那只老鹰猛然调转方向朝他飞来 而马格纳脚下也发生了一变 一阵小龙卷过后 他被带到了幻境之中 面前一坨橙色泡泡浮出水面 等他抬起头时 先知老太已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老太告诉他 你现在的力量根本不足以与敌人抗衡 还需要更多的队友和雷神之锤 最重要的是别来找自己了 不然他将性命难保 说完老太就吹了吹手掌的灰尘 马格纳立刻重新回到了山顶 可说了半天 马格纳都不知道队友和雷神锤在哪 他只好找到自己那瘦弱的弟弟 为了让弟弟相信自己是雷神 他现场演示了一波徒手掰弯棒球棒 但弟弟不仅不相信 还认为他脑子有问题 看样子队友是找不到了 马格纳决定先弄一把雷神锤 但要去哪里找呢 这天就在他和母亲去修车时 刚好看见厂房内的打磨机 一个奇妙的念头从他脑中蹦出 他决定自己打造一把锤子 他是雷神 那他不管用什么锤子肯定都可以 于是他上网查询雷神锤的样子 打算先画一个草图出来 可就在他作画时 母亲突然开口 让马格纳去桥上见他的神队友 而碰面暗号就是沃尔瓦女巫的预言书第一段 原来刚才母亲去超市购物 遇见了之前的先知老太 为了自身的安全 才让马格纳的母亲带话 虽然母亲觉得对方疯疯癫癫的 但好在还是如实地告诉了他 马格纳听后立刻夺门而出 在路上不停地翻阅预言书第一段的内容 虽然手机有点破 但丝毫不影响使用功能 可站在桥上的他根本不知道谁才是那个队友 于是他开始逢人就问 也因此闹了个大笑话 这男孩真是个疯子 用着破乱不堪的手机 站在大桥上不断地与路人疯狂搭讪 就在此时 一个黑妹推着老头迎面走来 男孩瞬间来了感觉 他就是男孩的第一个神队友 为了了解对方的能力 男孩将他带到自己的卧室 当即展示了一番他的神力 接下来便是轮到黑妹表演了 他们来到一场派对 只见黑妹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男人 然后男人居然真的照做了 没错 黑妹的超能力就是能够魅惑他人 这让马格拉高兴坏了 他带着黑妹来到修理厂 拿出自己画的雷神锤 想让老板帮忙打造一个 但老板开口就是五万块 没办法 只能让黑妹动手 很快老板不仅愿意免费帮忙打造 还非要倒贴给他们五万块 然而就在马格拉威大战前夕 做着准备时 他的死敌巨人一族 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威达召开家族会议 打算集结全家灭了马格拉 但不料他的儿子小威却不愿意了 他现在只想和女友去过和平的生活 还没等威达缓过神来 国家环保局又找上了他 因为环境污染问题 他经营的渔土企业将被正式立案调查 这下威达瞬间陷入四面楚歌之境 可造化弄人 马格拉的母亲居然找上了他 并告诉他马格拉的弟弟是他的亲儿子 这样事情瞬间有了转机 等马格拉回到家时 正好撞见两人有说有笑地从屋内走出 看见威达那挑衅般的笑容 他气得头发都掉了好几根 为了能够让弟弟为己所用 威达让他感受到了从没拥有过的父爱 看时机成熟后 威达就准备激活弟弟体内巨人族的血脉 他诱惑弟弟吃下麋鹿的心脏 喝下代表力量的蜂蜜酒 在一阵记忆闪回后 弟弟彻底觉醒了巨人血脉 随即威达一把将他拉到火堆处 想让他明白自己现在已经不是普通人类 任何凡间的武器都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看着手上迅速恢复的伤口 弟弟还是显得不敢相信 直到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上古时期的样子 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 诡计之神洛基正式回归 第二天 洛基迫不及待地给哥哥展示他的不死之身 就在马格拉认为他已经站在威达那边时 表示他会永远地站在马格拉这边 可他们不知道 这把钥匙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男孩拿起石台上的大锤 随即后退了几步 做出蓄力的姿势 然后猛地一下扔了出去 只见锤子眨眼就飞出了千米之外 接着男孩做出召回的动作 想将其操控回来 但几分钟过去了 场面一度地安静 两人只好顺着刚才的轨迹走下山去 终于在三千多米外找到了那把大锤 身为雷神的他为什么不能操控锤子呢 带着心中的疑惑他找到先知老太 雷神锤是上古世界威力最大的武器 可不是你花九块九就能打造出来的 但有一团火焰 从上古时代燃烧至今 晚上到山上去找他 到时候会告诉马格拉应该怎么做 刚说完老太就感觉到有人在监视他们 马格拉一个扭头的功夫 老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晚上老太刚走到山脚 一名女人就拦住了他的去路 他知道自己要倒霉了 只见老太低头亲了一下项链 竟然就变成了一只老鹰 可女人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抬手举起上古神功 只用了一剑便成功刺穿老鹰 身受重伤的老太重新变回了人生 他强称着回到了疗养院 将刚才那串项链交给了一名独眼男 等马格拉赶到时 老太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随后在他的注视下化成了一滩灰烬 愤怒的马格拉找到威达妻子 但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眼里 就是一名强壮的少年在欺负家庭妇女 好在黑妹及时赶到带走了马格拉 还没等他平复下来心情 他的弟弟又告诉他 威达帮他激活巨人族血脉的事情 说着还演示了一波自己超强的恢复能力 就在马格拉以为弟弟洛基也站在敌人的战线时 洛基却掏出自己骗来的威达家钥匙 并说出那团永不熄烈的火就在威达家 两兄弟微微一笑顿时有了主意 他们悄悄潜入到威达家中 将自制的雷神锤放进这团火焰里 但半小时过去了 锤子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在两人准备研究一下时 威达赶了回来 他看见了那把大锤 顿时明白洛基背叛了自己 就在他准备弄死这个叛徒儿子时 马格拉站了出来 威达深知自己无法一打二 只能愤怒地将他们赶走 与此同时 疗养院里神志不清的老头正摆弄着项链 手忙脚乱中还给戴上了脖子 老头顿时打了个机灵 请客间他仿佛换了个人一样 众神志王奥丁正式回归 很快所有已经苏醒的神明都被奥丁传呼过来 其中也包括了马格拉和洛基 但奥丁并不欢迎洛基的加入 因为他骨子里流着巨人族的血 并且他那诡计之神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就这样洛基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医院走廊上 他看着奥丁的血液 脑中顿时窜出一个奇思妙想 如果他的血和奥丁的血相融合 那他能否成为更强的存在 随即他将奥丁的血注射到自己体内 还要变强 强到让奥丁后悔这般对待他 男孩只是注射了奥丁的血液 不料肚子却瞬间大了起来 看起来宛如怀孕几个月的样子 医生健壮也被吓坏了 他们连忙给男孩做超声检查 发现他肚子里的确有小生命 但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蛇 随着医生的深入检查 那条蛇开始不断地扭动 男孩瞬间疼得嗷嗷作响 没办法 众人只能立即为他做开刀手术 最终那条蛇被取了出来 护士原本打算将他捐给科学研究院 但洛基不同意 这是他的东西他要自己处理 康复后的洛基找到了父亲 因为奥丁对他的排斥 洛基只能再次投靠父亲的阵营 可维达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背叛 哪怕这个人是亲儿子也不行 他拿起上古神符准备给洛基一点教训 危急关头 马格纳及时赶到 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自己弟弟 于是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被奥丁训练过的马格纳 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已经可以将威达压制 威达顺势捡起地上的神符 狠狠地朝着马格纳劈去 眼看没有将对方一击毙命 威达掐住他的脖子向神符走去 危急关头 马格纳突然发力 反手将威达钉在了斧头上 背上古神符刺穿胸膛的他眼球 瞬间变得灰白 随后便化成一滩灰烬彻底死去 看着哥哥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洛基心中的苦楚 已无法用言语表达 回到家后的马格纳向他解释 威达想要杀你而我是在保护你 可洛基并不这样认为 父亲他只是想教育我而已 就这样 两兄弟之间产生了隔阂 也就从这天起 洛基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 着装和行为仿佛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马格纳对此无比自责 他后悔了 如果可以重来 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再也不去当什么狗屁雷神 这样他也不会失去自己亲爱的弟弟 之后在威达的葬礼上 马格纳向着上帝祷告 请客间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一道闪电狠狠地劈在教堂上面 马格纳瞬间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从体内流失 第二天 他的高度竟是回来了 体内的雷电之力也消失不见 他再次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但因威达发生改变的不止他和洛基 还有威达的大儿子小 男人扒开助力在悬崖上的石堆 从里面拿出一把上古神斧 随后他赤身站在悬崖之上 一声幕后宣告着他的回归 父亲的死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他不再向往和平 他要做比父亲更加凶狠的人 接管父亲公司的第一天 他就将仇人的母亲从公司辞退 回到家后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儿子马格纳 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母亲忍不住的失声痛哭 愤怒的马格纳第一时间来到工厂 他找到小薇讨个说法 但小薇也没给他好脸色 气愤的马格纳一把抓起他的领袖 可失去雷神之力的他太瘦弱了 小薇似乎也察觉到了他的虚弱 反手就将马格纳按在了车窗上 并狠狠地羞辱了他 不再是雷神的他宛如楼里一般弱小 小薇甚至提不起杀他的兴趣 失魂落魄的马格纳回到家中 洛基知道哥哥没有了神力 清楚他不可能再参与到 巨人与神明之间的战争 于是选择原谅了他 但他们不找麻烦 不代表麻烦不会找上门 因为薇达的死 小薇决定扛起一家之主的大旗 可姐姐却不愿赢 他也想当家族的掌权者 他低眉向着母亲求助 可不料母亲居然站在小薇那边 于是金发妹想到了洛基 虽然他是薇达的私生子 但也有家族事务的投票权 他驱车找到洛基 以工厂钥匙为交换得到他的支持 很快来到了家族表决日 可就在举手投票前 小薇用更诱人的利益策反了洛基 于是洛基便选择了弃权 但就在他刚到家时 小薇的母亲竟然跟了过来 原来他一直认为 洛基会威胁到小薇的地位 所以他要杀了对方以绝后患 就在他要捏暴洛基脑袋时 马格纳刚好回来 他立马出声阻止了对方 但失去雷神之力的 他宛如一只蝼蚁 危急关头 马格纳的母亲回来了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只能把手离开 看着主动找上门的麻烦 马格纳知道自己必须恢复神力 他找到奥丁 想要重新获得神力 奥丁告诉他 只有找到雷神锤你才能恢复神力 而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都给马格纳准备好了 现在只需要从洛基手上 拿到工厂钥匙就行 于是他只好 以要去工厂拉条服抗议为由 从洛基手上骗来了钥匙 拿到钥匙的他 在队友的陪同下潜入了工厂 终于在工厂下面的暗道内 找到了那团永恒之火 如何打造一把雷神之锤 先将一块稀有的矿物质 放在永恒之火中 在到达最理想的温度后 就可以进行击打柱形 然后再放入一根上骨羽毛 最后加入一只弑神之剑 接下来只需要不断地锤炼 很快锤身就已成形 在矮人族的最后一击下 让人闻风丧胆的雷神之锤就此诞生 第二天 男孩想尝试一下战锤的威力 他使劲地扔了出去 只见锤子直勾勾地飞了五米不到 男孩不信邪 说好有了战锤就恢复神力呢 他再次拿起锤子 咬牙切齿地扔了出去 这次足足飞了有六米 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一事实 失魂落魄地他回到家中 对着战锤喃喃自语 突然他听见一阵撞击声 循着声音他来到了弟弟的房间 在这里看见了类似鱼缸的东西 这时一只长得像蛇的虫子突然窜出 他不仅有强大的吸附能力 还非常灵性般地对着马格拉笑 这可把他给看呆了 就在此时 外面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零鸣 他急忙回房关上窗子 但床下的战锤竟无故地开始震动 他缓缓地拿起战锤 一股神秘力量顿时在他体内环绕 就在他准备出门捣鼓一番时 弟弟洛基看见了这一幕 他瞬间明白哥哥骗自己拿工厂钥匙的目的 并不是去拉条腹抗议 而是用里面的永恒之火锻造了雷神锤 两兄弟的感情再一次出现了裂痕 但马格拉现在根本无心解释 因为手里的锤子正不停地呼唤着他 他来到屋外 高举战锤 召唤出了久违的雷鸣 就这样马格拉再次觉醒出了雷电之力 恢复神力的他第一时间来到小薇家 可不料屋内只剩下满身伤痕的金发妹 原来小薇在得知钥匙是他交给洛基后 便对他进行了残暴的殴打 于是金发妹透露了小薇的行踪 他们要去解决叛徒洛基 此时的洛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 就在他们要杀死洛基时 为了保命 他选择出卖哥哥 等马格拉赶回家 正好看见倒在家门口的洛基 怒不可遏的他一把将战锤扔向小薇的汽车 就在他准备追击时 洛基发出了声音 他连忙上去抱起弟弟 为自己的行为向他道歉 但洛基却并没有回答他 几天后 洛基将那条蛇带到湖边 在十分不舍地和他告别后 便将他放进湖中 但谁也不会知道 这条蛇将会是未来最强的怪物之一 耶梦加德 而他生命中的宿敌 正是洛基的哥哥 雷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诺